看看新闻网 今天的王先生的太太来了 您看您老爷子 做这样的动作 您不害怕吗 以前那啥害怕 后女儿就习惯了 就不害怕 你从来没有制止过她 她不挺 我让她喜欢 我就指示她 王世春先生这太太 真是对您没有怨言 没有 其实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些行为太危险了 但是我们必须得接受 有些人和普通人不一样 对他们来说就挺平常 甚至还没玩过瘾呢 是吗 这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 是多么难得呀 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后半生 每天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 他们能老有所了 能每天都创造奇迹 真的是太幸福了 一个是自创30项绝技的 东北老农 一个是挑战极限 酷爱蹦极的湖南老汉 都是年过花甲的老人 却做着许多年轻人 都不敢挑战的事情 而这背后 都因为他们有着一颗 不老的心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嘉宾 在本期达人秀上 也是惊艳亮相 我是处女做我的特别难搞 虽然最后遗憾离开 但他乐观过他的心态 让人记忆犹新 那么今天他的出现 又会用什么特别方式 向场上两位达人致敬呢 梦天堂就跟着一起来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D&I 有你和我的爱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行了 我得用掌声 给打扯他们 不然的话这仨老丸 得玩到明天天亮点 我觉得我今天这舞台上 我第一次看到这仨人 能够这么欢乐 吴大姐 您今年多大岁数 我今年52岁了 52岁了 一点都不像 您穿成这样25岁 都觉得说大了 但是刚才您在后台也听了 咱们这两位 算您老大哥了 他们采取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极限运动的挑战 想听一下您的意见 我对他们这个运动 我肯定是不赞同的 您不赞同 我刚才在后台看了 我心都掉起来了 如果是老公 我肯定不会叫他 这样去做的 那您老公对您这事打扮 他赞成吧 赞成 肯定赞成 真的 对 我在公园里的时候 大家平时就唱歌 跳舞 还有扯扯林 舞舞龙 他们都叫我快乐 开心火 辣妈 这次我就玩 玩到了达乐秀 他们好像也 公园里都沸腾了 大家都觉得 哎呦 公园里冲了一个蓝 都为我也感到很高兴 对 你给公园蒸了光 但是你看您自己能嗨起来 能高兴起来 他们俩人也有他们的快乐 可能你不理解 但是他们觉得 如果你不让我练 我就反而会难受 对 对吧 对 我们到公园去练 到哪地方红旗招展 夜间灯火辉煌 掌声雷鸣 可喜欢我去表演去了 你这种活动 我也会啊 我觉得我自己也活得很精彩 人生 像我跳舞啊 唱歌啊 还没有舞很大的龙 那个呼拉圈 我觉得我好像愿意生活活动 我也很多 我觉得自己也很那个牛 我觉得无情姐姐 你应该加入他们 用你刚才的歌声和舞蹈 给他们再添油加厉 真的 我觉得这样的朋友 你值得拥有 对对对 他们的精神 在我心里面 我已经是很佛了 已经 到这个2012年年底啊 中国这个超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 就已经达到这2亿了 这老年人现在都发现 他们退了休啊 他没什么事干 然后就心里呢 就不健康 就不快乐 各种病啊 灾就都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说这老有所乐呢 也体现在这各种运动项目当中 当然这两位呢 我确实觉得他们的运动项目 有点走极端啊 很多我建议看电视的这朋友们 咱们只可钦佩 还真别轻易去效仿 但是 我觉得打音球舞台上需要他们 因为他们向我们 展示了另外一种人生的状态 智琳提琳建议队 应该让吴大姐 能够参与到他们三个人的当中来 我希望三个人合作表演的节目 也算是送给我们电视机前 来收看这个节目的老年朋友们 咱们能够快乐去 做到老有所乐 梦天堂就跟着一起来 没有什么做到的未来 大家好 我们是刘家三姐弟 我叫刘安宝 今年12岁 我的梦想是当明星 在这次中国达人秀 V5G的舞台上 来自河南州口的刘家三姐弟 所带来的雕花表演 以高超的惊险技术 获得现场第一片喝彩 然而 随着大众观众的眼光不断聚焦 随之而来的争议也愈演愈烈 三姐弟如此高难度的表演 到底如何练成 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今天 刘家三姐弟达人秀口 首次露面 他们将谈录怎样的心酸露呢 来 我们掌声请出刘家三姐弟 听不懂还是与众不同 哦 东坏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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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眼睛给蒙着 不会吧 刘万宝的雕花表演 让现场的观众惊诧不已 而就是这段表演 弟弟在中国大人秀舞台上 则增加了意想不到的难度系数 然而除了惊险万分的表演之外 刘家姐弟在大人秀现场的一段争执 也令人揪心 问一下我说弟弟的梦想是什么 当明星 你为什么要当明星 年转 个男生能把自己的能力吓和我们 年仅12岁的刘万宝为何执意坚持做明星 而靠卖艺为生的姐姐 又为何要执意反对呢 关欢 为什么呀 一个孩子想当明星很正常啊 我觉得娱乐圈的话 可能有点乱 再加上我们又没有学过杂技 什么都不懂 所以来参加达人秀 我都觉得很幸运了 感觉你弟弟有点说大话了 我说你别说你当明星 你就上学就行了 他答应我好好的 可是他上了台他又变化了 那我确实得问问万宝 你姐姐说你没学过杂技 对我都不信 真的没有学过 看别人表演就去模仿 每次都去摔 到处都是受的伤 头这里还有一个疤 模仿不了的 然后还是去演 摔一两次 然后就慢慢地会了 那万宝 今天我们给你现场当明星的机会 如果你说你一定要当明星 你从那拿出来绝活来吧 展示给我们 让我们这高兴 他模仿小沈阳唱歌 因为他唱的歌很搞笑 真的 嗯 我叫小沈阳 眼睛小却有光芒 这是为什么呢 你开心我的理想 山淡淡的那个开花 有红个眼那个眼 会唱的一起来 如果他还能够带回我的爱求 就让他随风飘远 哎呀 缺氧 孩子挺有表演天赋的 怎么样 大伙认唱得好吗 好 你看看 这孩子就需要鼓励嘛 姐姐你看 你说你弟弟没唱过 我的妈呀 我是没专业的老师教过 我就是喜欢唱的歌 我就自己也在那里唱 你的弟弟真的有点表演天赋 但是离明星呢 真的还有很长的路 还有非常需要你去磨砺的 你当明星将来是有可能的 但不是现在 他当明星 我还是比较反对的 有一次我们在达人秀上面 要劈砖嘛 但是那天呢 那个导演找了一个盖楼房的水泥砖 又大又硬的 然后要拿去批 这一段视频 是刘万宝在达人秀后台 与导演讨论批砖节目时的场景 我弟弟他是什么砖都能批得来 包括石头 但是你这个地板呢不行 那就试一下吧 刘万宝 你喜欢 行不行 不过刘万宝你确定 真的这个砖摔都摔不来 他要下很大劲了 今天 小战性对我们来说 今天有点大 我担心 但是咋不担心 两个都打 别胡说八道 你打吗 真的 拉钩 拉钩 你打不量的话 我告诉你 下个学期的学费我不交了 你自己抢办法转 最终 刘万宝未能如愿以偿的表演屁砖 但是 性格执拗的他 回到深圳以后 却做出了令人更惊恐的举动 我们回到深圳街头卖艺的时候 他竟然搬了一个大理事跑到厂子里面 我以为他搞笑的 但我们没有反应过来 他竟然去批那个大理事 批断了吗 我当时就求他了 我说我求你别批了 但是他看了我一眼 他还在那里批 那个阿姨跑过来 他说你别让你弟弟批了 他要多少钱 我给他 但是我弟弟不要钱 他批到五万 他打了二十多分钟 为了打了那个石头 他做到是做到了 可是我觉得 可能就是因为 他当明星这个想法 所以还是要很反对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样子 会着火入魔 那我得问问这万宝了 您怎么就有这样执着的想法 说一定要批这个砖头呢 因为我看有没有这个能力 想批烂他 就是我姐姐 我看到我批在中间 他在旁边一直哭 所以我就想 他为什么要哭呢 他是不是想到我 批不烂这个砖 看我没这个能力 然后我就想证明给他看 我能把这个大女士批烂 你觉得你姐的哭 是因为她认为 你没有这个能力啊 对 你姐的哭她是心疼你 是因为你的胳膊 残废了四次了 都断了四次了 我问你一下 你是多劈开一块砖 这个路人会多给你一点钱吗 不会 你也不是为了钱 对 我是不想让人家看不起吧 奇怪 谁看不起你啊 一些同学吧 为什么会他们看不起你呢 不知道 应该我们是搞杂技的 我们十多年前 踩单车从那边来广东 是找生存的 你在广东生活 那个时候我们是乞讨为生 不是搞杂技 我们是乞丐 就是讨钱的 吃的东西也是讨来的 可能是因为她小时候 经常看到我妈妈捡东西 人家说她吧 所以她小时候印象特深 她就觉得人家看不起她 是这个原因吗 你们这个家里几口人 一个大姐比我大两岁 她嫁出去了 还有一个妹妹比我小一岁 在河南郑州上学 然后我就养活弟弟妹妹 还有我妈妈 因为他们两个回去的话 就没人照顾嘛 你爸呢 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听邻居说 你爸爸跟别人在一起喝酒 犯了点错事 不小心捅到人家了 那时候她犯事的时候 万宝多大 我弟弟在我妈妈肚子里面 还有只有两三个月 你是你们家里 唯一的男孩 那这出去去卖艺 谁带着你们去呢 我就带着弟弟妹妹 踩着单车四处漂泊 一边表演 一边住那些房檐 桥洞啊 灯光下呀 最后面就凑钱 买了一个二手的 三连摩托车 我把那个摩托车呢 装修一下 然后上面睡觉 底下装我们的道具 我就开着我的摩托车 带弟弟妹妹去每个城市 每个角落 就在三连车住 因为三连车很小嘛 一般都是我给我弟 我妹妹在里面睡 我弟弟呢 她就是跑出去睡 她是在那个路边睡 那你现在说 是我们在深圳 是在 我们在深圳 给别人合租的 是三房一厅 挺小的 里面住了二十个人 有一个公共厕所 这是我们合租的房子 这个床是别人送的 我弟弟就跟 这两个客人在这里住 然后那边是 有人 我就跟弟弟妹妹呢 我们在这里面住 我跟妈妈呢 就住在这里 这也是别人住的 我妹妹就住在这里 这也是别人住的 我们总共的话 也就两个床位 那你们两个睡一张床 挤吗 挤是肯定挤的 夏天很挤 因为就这一个小分散 天天山也太热 烦不了山 我们这个老鼠 前两天糟动过来 我的天哪 那个老鼠 蟑螂 蚂蚁 闻得多的要死 每天都有 我跟我妈睡觉的时候 那老鼠都是从我们身上过去的 你看那底下嘛 乱七八糟的东西 倒了 调的不会调 叫你调的都不会死 不要钱 不好嘛 真是 这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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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 你吃够多啊 整不够 一片 炒了就没有了 可以了吧 这可以了吧 阿姨 买条鱼吃吃 我买 我都说了让他们两个别去买菜 你让他们两个一去买菜 他要这个要那个 差点把鱼买回来了 中秋节不可能过年也是吃方便 有肉是有肉 但是不是我们的 那么在如此艰苦环境中生活的刘家姐弟 是靠什么来维持每天的开支呢 现在你们在深圳生活就算是租了这个群众房 大概每月这个生活费来源 就是街头卖艺 大概每天能挣多少钱你们算过吗 有时候生意不好的时候一分年都挣不到 如果稍微好一点 比如平均一个月下来 就是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的这样 一天挣几十块钱 有差不多四口人要在一起 一般街头卖艺是赚不到多少钱的 我们在那里不停地演 人家愿意丢就丢 不丢就走光了 所以这样很正常 有的时候城管也会管啊 下雨也会下呀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一出去老天爷他就下雨 都不让我们干 下了一个多月 搞得我们在外面 天天都吃那个带状的那种面 因为盒状的吃不起 是那个带状的那种八毛一块的 那现在弟弟跟这个妹妹在上学有学费吧 弟弟跟妹妹的学费都是一样的 都是将近三千块 你们得挣六千块钱 还能交他们俩学费 我们三姐弟都是靠自己赚的 他们白天上了学 晚上回来 作业做完了到七八点 我还要把他们带出去街头卖艺 刘家姐弟 不得不为生计在街头讨生活 在节目录制结束后 记者跟随着他们回到深圳 记录下了他们艰辛的卖艺表演 大家欣赏一下少林功夫 卖艺几乎充斥了刘家姐弟所有的生活 为此弟弟妹妹的学习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难道他们就从此以卖艺为生吗 年纪上小的弟弟刘万宝的未来又在何方呢 这个对学习有影响吗 你还得去卖艺 还得去上学 有一定的影响 你现在成绩是怎么样 也是一般吧 一般 以前很好的 我妹妹学习就好 因为她学不会的话 她就哭 她就不愿意出去街头卖艺 她要学完再争出去 但是她知道家里需要钱 她就说妹妹不去就算了 要不你把我带出去 我们两个干吧 所以今年吧 就今年的暑假的学费 我弟弟早上把我打起来 我们去很多地方去找菜市场 街头卖艺 然后她演了很多一些恐怖的东西 酒瓶也上去 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上去 她都演了 结果赚的钱还不到三十块钱 今年的暑假的学费 基本上都是她这个样的赚的 妈妈 你得跟我说句实话 虽然你十二岁 但是你叔叔也想跟你说 也特别想知道 你这么玩命图什么呢 因为 一直都是我姐姐和我妈妈 她们一直照顾我 以前 天天都没有饭吃 有好吃的她们都给我 就是每天吧 以前特别困难 我妈妈养活我们五个 天天连五块钱都赚不到了 然后天天买三块钱的面条 里面还没有油 然后就那样子 我们五个 六个 我们就那样吃 当时我听到大姐 我大姐说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当时非常想哭 我就想凭我自己的能力 让我妈妈 还有我姐姐 有一个安稳的一个家 你们这次 我们的节目组 把你们给请到上海来 我们这个边党 干嘛呢住宾馆 他们三个竟然围着这个床 坐了一晚上 因为那个床太软了 然后 从来没睡过这么软的床 还有他们的电视机 那上面写的都有价格的 如果动的话 就让我们赔钱的 看错了 没有那个意思 是毁坏电视机 才让你们赔钱 就把他们杀给紧张坏 毛巾也要钱的 毛巾是不要钱的 你拿走才要收你钱的 使用都是这免费的 最后才知道 那个宝洁的阿姨 吓我一跳 大清早的 她说她要过来打扫 我怕她要小费 我就说 你给我扫把 我自己搞 然后我就搞得很快 然后全部整好 毛巾也搞好 然后我说 我那个电视我没动 那个水我没喝 然后我就跟她说清楚 我说她们什么都没有拿 我就发现 你们的肉好多 因为我们过年 都没有吃过肉 都是吃泡面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 她给我们吃的饭 里面有鸡蛋 有肉 而且那个肉还很大 我们以前有一点肉 都放到嘴巴里面 让人家看到 我们已经吃进去了 但是当她不看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透出来 装到口袋里 然后我们玩的时候 就把那个肉拿出来 一点一点地撕 当着玩 然后就这样吃 这次来 那个肉太大了 我真不能想象 这话是 从刘欢欢 一个二十岁的姑娘 嘴里讲过来 我想对弟弟说 作为一个男子汉 你继续去 有自己心中的梦想 你继续去追逐 但是等到有一天 你成功的时候 一定好好地回报 你的姐姐 你的妈妈 记住姐姐对你的关心 去感受她 万宝 这是天下最好的姐姐 真的 谢谢 就在现场嘉宾 为姐弟之情 为之动容之时 一直坐在观众席上的 四妹刘焕春 突然站了起来 到底是什么 触痛了坐在底下的四妹 她又会倒出 三姐弟之间 怎样的隐情呢 我姐姐非常的坚强 她从小带着我们 去街头卖艺 维持生活 上学 而现在姐姐 她也是 有点病 她肚子里长了一个瘤 我看看 我们字幕请不吝つ 谦